亲爱的朴总及爱多美的各位家人 各位爱心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计划项目部 常务副主任王汉芝 非常开心我们在这里共同参与捐赠仪式 在爱多美的成功学院上与大家见面 支持中国农村和城镇贫困社区医疗 卫生保健事业发展 帮助中国农村和城镇贫困社区人口 提高健康水平 增强健康素质和发展能力 一直是我们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宗旨与愿景 今天我们各位爱多美爱心人士汇聚在这里 是为了我们今后一起携手 更好的去践行这一理念 去更好的为公益事业去努力 感谢爱多美公司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也感谢爱多美公司对偏远地区 纯恶劣患儿的关注 此次捐赠的善款也专项用于微笑行动专项基金 为偏远地区纯恶劣患儿提供手术支持 有了你们的帮助 我相信会有更多诚恶劣孩子们 重新绽放美丽的笑容 让他们重新树立信心 更好的生活 我也了解到爱多美公司 热衷于公益事业 多年来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在各个领域奉献爱心 在这里我也对一直秉承奉献大爱 企业文化的爱多美公司表示感谢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也会长期和爱多美公司合作 在其他的领域项目中 向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朴总将代表100万元人民币的支票 转交到王主任的手中 也希望这笔上款 可以持续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 感谢各位的掌声 也有请朴总暂时回座休息 同时让我们来倾听王主任的肺腑之言 掌声有请 我来自领域的肺腑之言 感谢观看